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精神上的需求越来越高 这就有很多单身男女们养起了宠物 这样可以有个伴 不至于感到太孤单 这不,国外一男子就养了一条宠物狗 也正是因为宠物狗 他才幸运地活了下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养过狗狗的朋友们都知道 狗狗在家是待不住的 这位男子家的狗狗也是这样 所以每天下午 男子都会带着家里的狗狗 去小区公园散步 这次他像往常一样 去公园遛狗 走着走着就眼前一黑 倒在了路边 狗狗见主人倒地不起 马上咬着他的衣服使劲拖拽 可主人却没有一点反应 这时候狗狗发现前面不远处 有一个美女正在散步 狗狗就飞快地跑过去 拉住美女 刚开始美女被狗狗吓了一大跳 发现狗狗一直把自己往后面拽 这才看到了倒在身后的男子 美女马上跑过去查看 见男子还有呼吸 就打了求救电话 最后在美女和狗狗的帮助下 及时地把主人送往医院抢救 男子也因此 被狗狗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而狗救人类的事情 还发生得真不少 马来西亚的一个小镇 上的一个夜晚 睡在沙发上的女主人马拉 突然被自家饲养的狗狗阿曼达 疯狂地撕咬她的头发 困意正身的马拉 以为阿曼达是口渴了 叫她自己去外面喝水 不要让她睡掉 受到似主责骂的阿曼达 并没有停止举动 她见马拉还是没有起来 于是去清扬了她的耳朵 撕扯她的睡衣 甚至啃她的脸颊 马拉被阿曼达打扰到 十分的恼火 她闭着眼睛大骂了起来 然而阿曼达还是不顾四处的责骂 她继续对着马拉激烈地吠叫 于是马拉只好睁开眼睛 看看阿曼达到底怎么了 却没想到一睁开眼 眼中的景象吓到了马拉 家中四周都被火苗围了起来 马拉当即之下赶紧叫醒家人 阿曼达叫醒马拉后 又跑进去了下半身中风瘫痪的男主人房间 她非常的担心 焦急地要来了轮椅 想要帮助主人下去 奈何阿曼达无从下手 最后是十八岁的儿子 将父亲连拖带拉地拖到了大厅里 与大家一起集合 大家都在找安全出口处理 就在这时 阿曼达又激动地对着家人叫了起来 似乎想要家人跟着她走 果然 马拉跟随在阿曼达的身后 她指引的这条路 是她已经摸索好的 火势没有那么大 最终一家屋口都安全地逃离的火海 虽然马拉的家已经被火烧得面目全非 当地的政府也及时给予了他们帮助 并号召募捐 为他们提供了临时住宿 直到房屋重新搭建完毕 当然这场火灾中最大的功臣是阿曼达 如果没有她的话 后果可能会严重烧毁附近居民的住宅 因此人们都表示 对阿曼达的应用救助行为进行表扬 希望每个人都善待狗狗 其实说起阿曼达的事情 马拉表示 阿曼达在刚出生的时候 是被丢弃在垃圾桶里的 当时被马拉发现的时候 她已经濒临死亡 非常的虚弱 是玛丽对她怜悯将她捡回家中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阿曼达很难生还 没想到在马拉的细心照料下 阿曼达身体状态慢慢变得好了起来 平时她就十分的乖巧 现在回想起阿曼达的异常行为后 马拉直呼是自己太马虎了 她不断地对阿曼达道歉 认为当晚是自己责骂了她 感到很愧疚 同时还感谢阿曼达不顾她的责骂 还坚持把家人救出 八个月大的阿曼达成为了救全家人性命的英雄狗狗 再成为了当地的名狗 狗狗救助人类的故事多不胜数 很多人形容狗狗可能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让他们幸福 让人快乐 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他们便能做到不离不弃 最近老星看了一段颇受感动的视频 山路崎岖 本就狭窄的路上突然出现一条大黄狗 最前面的车反复按喇叭 想要把狗驱走 大黄狗站在公路中央 稳死不动 它也不叫缓 就那么站着 直勾勾地盯着它前面停下来的车辆 车辆迟迟不能开动 后面来了很多辆车 很快造成了拥堵 司机见鸣笛无果 准备下车把大黄狗赶走 刚要开车门 大黄狗身后不远处的路边 就发出了响动 一辆裂缝在山路中开始蔓延 迅速均裂出万千道口子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前面不到50米的山路 发生塌陷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蜿蜒的公路像是被砍了一刀 从中间断开 下车的司机们看着塌陷的路面 觉得无比庆幸 数了数堵起来的车流 已经有21辆 也没人知道 这条山路会不会在车辆经过时 突然塌陷 也没有人知道 哪辆车经过时倒霉遇上 大家纷纷掉转车头折返 有人打趣道 不知道哪辆车上的人 是这条狗前世的恩人 也有人说 这是山神派来的使者 都说幻物有灵 这条大黄狗的出现可能就是上天的事迹 成功帮助车主们避开了危险 类似的巧合 随便一搜 不胜美举 动物的感知力要比人类敏锐 很多时候 动物可能察觉到危险的来临 曾经有地震中的幸存者回忆 地震发生之前 自家的狗疯狂大叫 拉拽着衣服 把自己往外面拖 它觉得有些反常 就随着狗出了门 想看看它搞些什么名堂 出门没多久 大地轰然巨响 房子剧烈地摇晃 接二连三地倒下 它和狗站在空旷的路上 吓得魂不附体 牧场老板养了一条黑色的大狗 用以看家护院 某天傍晚 老板照例寻合 那地天字叫暗 老板脚下一滑 不慎摔入水中 不会游泳的老板慌着神 在河里拼命扑腾呼救 黑色的大狗听到了主人的声音 焦急地咬断绳索 文讯奔来的它 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 游向主人 惊慌失措的老板 抓着大狗的身体 成功被拖上了岸 大狗围着主人大叫 寸步不离 老板上岸之后 气喘吁吁 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狗的叫声 很快吸引来了 牧场里的工作人员 大家把差点溺水的老板 送去就近的医院 休养了几天 老板的身体恢复了健康 他开始善待大狗 并告诫家里人 以后绝不吃狗肉 近些年来 不少摄像头都记录下了 狗救出溺水者的画面 有的是三五岁的儿童 有的是成年了的大人 和人类相处得久了 救人似乎成了他们的本能 看到有人落水 他们就会立刻下水扑救 最近看到一段视频实录 主人带着一只矮胖的科基 在海边细水 一阵浪打来 主人脚下一滑 被浪头卷走 科基狂叫着冲入海里 游到主人身边 主人抓着科基的小短腿 艰难地朝岸边游去 上岸之后 一人一狗都累得走不动路 事后主人回忆 自己本来会游泳 但落水之后 小腿突然抽筋 使不上力 如果不是拉着小科基 自己真的没办法逃出生天 都说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生死面前 一只闯屋狗比人还要无味 某地新闻台发布了一段视频 向居民征集视频中 人贩子的消息 院路中 一个小女孩正蹲在地上休息 旁边是一只躺着的黑犬 一个黑衣男子进入画面 他私下打量 见没有大人之后 向小女孩奔来 男子抱起小女孩 捂住他的嘴 把腿就走 黑犬立刻跃起扑向男子 死死咬住他的手腕 任男子怎么踹踢 黑犬都不肯松口 一人一狗在院落里搏斗起来 黑犬太过凶猛 小女孩也在怀里挣扎着起来 男子眼见没办法带走小女孩 就把他扔到在地上 准备逃走 黑犬死死地咬住男子 被拖行了很长的一段路 才松了口 小女孩成功获救 家里的大人火速赶回了家 翻看视频记录时 他们既后怕也晚般地庆幸 这条狗仗义相救的是一个圆满的家庭 黑龙江一个宠物店的店员 在店内突然晕倒了 店内的萨摩耶立刻跑过去 扒拉了两下 见店员没有反应 萨摩耶用爪子挠开了店门 奔出门外后大叫 把附近的商家吸引了过来 好心人进店之后 发现了晕倒的店员 及时叫来了医生 成功救起了店员 一条聪明的狗 有时可以挽救一条生命 狗是一种灵性又忠诚的动物 哪怕喂养过三天 它们也会长时间记得你的善意 没有明文规定 我们必须要爱狗 但无害的狗 不爱也不要伤害 好了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